第一個我常說一句話 國民黨從這一屆開始 國民黨最大的一個特點是 哪邊爭議哪邊走 只要有爭議的地方 他們頭就撞進去 那你說國民黨的民調一直低 為什麼一直低 國民黨中央最近有做什麼事嗎 沒有吧 那為什麼會低 現在全部都許小新的新聞啊 國會嘛 還有重點就是在國會嘛 當然可以看得出來啊 許小新大概應該很熱吧 現階段我就覺得 好像臺灣的政治裡面 就圍繞著兩個人在轉 一個叫許小新 一個叫柯文哲 那許小新應該樂於其中吧 所以不斷的會去創造一些 他自己上面的爭議點跟流量 你說他樂於其中喔 然後我覺得他樂於其中 然後也沒有想要把事情停歇下來 或是要把它結束掉 看起來不像嘛 不像是要這樣做嘛 當然國民黨同黨要怎麼挺他我都沒意見了 但是不要挺得太愚蠢就好了 不要挺得太愚蠢就好了 就是說你今天拿出來說 你看公文保密十年有透明公開嗎 你的公文拆開來看過了沒有 沒有 其實給的是完整版 他看到的是完整版 他所謂那個交給你去監督的時候 完全是透明公開 是對外不透明公開 交給你監督的時候 是給你的是完整版好不好 那個是備忘錄的整個完整版 所以我是覺得有一些事情拿出來 你看是講的很有道理 你看密件什麼保密十年等等 但是你手上拿的那份 名件就是完整版 你完全都可以看得到啊 所有的條文都在裡面啊 簽字都在裡面啊 所有他們簽的那個影印本裡面 雙方簽約的全部都在裡面啊 就很完整的都給你啦 他是一個很完整的版本嘛 那這樣還叫不能監督嗎 他是一個完整的 那個公開透明什麼 那你去開秘密會議 你去開機密會議 你去開什麼都可以嘛 沒必要啦 然後我覺得一件事啊 握手言不言和 那都是你家的事啊 但是我常說一句話啦 像像握手這樣做的那一幕啊 我會我我曾經拿過一次 就林非凡跟那個誰去委員會 教育部長跟另外一個後面要選舉後面 因為惹到那個可能性騷擾什麼案件而沒選的 他是直接坐在桌子上跟部長握手 然後跟部長坐在桌子上這樣講話 我永遠記得那一幕哦 而且新聞上面有把那個相片PO出來哦 我是拿給我兒子看 你可以長輩的話 你可以你可以不接受 但你的態度要尊敬 嗯這最基本的原則 對一個部長跟你握手 即使我們兩個有恩怨 嗯你該有的尊重也要拿出來吧 嗯有嗎 沒看到啊沒看到 然後後面還沾沾自喜 什麼握手不言和等等的問題 我覺得 基本的禮貌 嗯基本的禮貌 你要知道所有部會裡面 最在乎禮儀的是哪個單位 就是外交部 沒錯 對就是外交部 因為他們國際禮儀什麼打交道 最重視禮儀的就是外交部 沒錯 對好不好 我即使跟你有恩怨 我還是很注重禮儀 最注重禮儀的就是外交部 所以我覺得沒必要 你你不站起來就算了 沒必要在那邊還拿出來沾沾自喜 然後你要怎麼問 那都是你家的事啦 你要怎麼作秀 那也是你家的事啦 那我就覺得說一句白臉的話 問也問不出個東西 然後穿著衣服去作秀 提案也暗游也寫錯的一塌糊塗 我真想問立法院那個 這一點我就不知道了 我真想問周萬來 暗游與條文內容不相符 該如何處理 該如何處理 這個我對不起 我從來沒遇到過 你沒有遇到過嗎 我腦袋裡面沒有 你在立法院 我腦袋裡面 我腦袋裡面沒有這個經驗 你沒有看過人家把暗游寫錯 而且相反的 條文內容寫錯是有的 但是暗游與條文不相符 我就不曉得了 而且嚇死人了 提升吸毒詐騙酒駕災犯率 當然 怎麼這種東西會寫錯 他的暗游是寫錯 條文內容 我不曉得了 如果以暗游來說的話 他的條文內容是寫錯的 如果以條文內容來說 是暗游寫錯了 你暗游寫的不是這麼 你暗游寫的是要提升 你條文怎麼會變二子呢 而且我以為不小心寫錯是很正常 可是你 我們立法院活化時說他在立法院 暗游跟條文 二十年沒看過 暗游跟條文是相反的 沒看過 你真的沒看過 你寫錯字 連你都沒看過 寫錯字有 暗游提升 這邊要壓制 這是一個兩個相反的概念 出現在暗游跟條文 而且出現這個 而且十七名藍尾都簽名 你都已經 上個禮拜五送到院會 已經交付審查 我管理筆不筆悟 他已經是在立法院裡面 可以查到的法案 已經完成一讀了 已經交付司法法事委員會審議 審議了 一讀的時候大家不會去看他有沒有錯字 已經交付 我管理有沒有看錯字 他是已經完成一讀交付的文件了 太荒謬了 那現在你完成一讀以後 那很簡單 徐小新測案 你只有測案 你只有測案 你沒測案 那一個東西就是留著 那原始檔案 原始版本就留著 那今天再說一下 剛才我為什麼會問 因為基本上立法院的任何提案 基本上都是清簽 簽名 所以提案人也簽名 徐小新簽完 徐小新負責 沒必要去怪助理 還推注你打錯 只能怪你簽名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看清楚 那如果你看了 看不出問題 那我只能說你中文程度差 我還能怎麼說 不然我要怎麼說呢 然後傅崑奇 洪夢凱跟林思敏 三長全簽 那七個新科立委 那新科立委沒什麼經驗 看得不仔細也就算了 尤其是 大家都被拖下去 尤其是徐小新來了 大家都怕 那新科立委就算了 沒有 還有七個 徐小新還要簽 還有七個 要不然我們要被這個 總共十七個人嘛 還有七個寄生的也簽 其實不是說徐小新 我們現在是看說 誰比較沒有出過錯 如果誰的案子沒有出過錯 所以下次徐小新簽 大家都會努力看的意思 我只覺得一件事 不要每天在那邊叫啊叫啊 然後問政品質 可以插到這個地步